在合法的集會裏戴口罩、眼罩、雨傘之旅的保護工具是否違法? 我們有時在電視裏見到有些市民攜有眼罩、雨傘、塑膠帶、口罩 攜有這些工具究竟是否違法? 其實我們首先要了解這些工具本身並非一些攻擊性武器 但是這樣並不代表攜帶這些工具就一定合法 因為按照《簡易程序治罪條例》裏面的第17條說 它說若有人攜有這些物品而意圖犯案的話 例如利用那些口罩用作犯案時掩飾自己的身份 用一些雨傘用來襲擊他人 又或者用那些膠索帶用來捆綁他人的手腳 那這些就屬於有意圖利用這些物品去作出非法用途 這樣就違反了剛才我所提及的條例 而干犯這項罪行的人就會被判監可以去到兩年 謝謝 我看法文貿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